读完清华也是进编制 这两天清华大学发布了21年毕业生的就业报告 居然有7成的毕业生选择了体制内的工作 我看了评论 发现很多人都在抨击这些清华毕业生 说什么去体制内不是浪费人才吗 国家在陪你们去清华 就是毕业了去国企躺平的 所以到底为什么这一代年轻人 甚至这些最聪明最顶尖的人才 也要往体制内挤 首先我只能说 这些说什么清华毕业了 去体制内浪费人才的 too young to naive 现在的体制内早就不是一杯清茶 一份报纸的时代了 无论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还是像航母火箭核能 这种高精壮工的行业 对人才的需求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认知 高质量的人才去到体制内 本身就是我们现在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并不是很多人以为的 只有去民营企业打拼创业 才是支持经济发展 而且在疫情之后 大家对稳定的认识和需要 都比原来高太多了 民营企业的处境比较艰难 裁员保命说不定哪天就会发生 大家都不过是打工人 相比体制外的前途未卜 体制内和劳保收的安全感 就是幸福感 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也不傻 体制内的待遇其实并不比体制外低 经济发达地区的公务员薪酬 基本可以和大厂相媲美 还有什么租赁安家呀 购房补贴等福利 更不用说现在的社会 体制内的工作 各方面的社会认可多多更高 还有点决定性的因素 户口 要知道一线城市 北上广深的户口门槛 不是一般的高 很多人可能在大城市待了一二十年 996是福报 选择一些大厂 可能就是拿命在拼高薪 而且这种高速运转的企业 一旦发现 可以从别人的身上 榨取到比你更高的价值 你很快就会被踢掉 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全社会都在说35岁危机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选的体制内 是因为对于实现自身价值 有着更高的报复和追求 具体制内为人民服务 更能体会到自己和国家发展的关联性 更好的回报社会